三天前,金氏门口出现了一个散修,高喊有冤,希望兰陵金氏为自己申冤。 结果被金氏门人暴打一顿,扔了出去,本以为此事没有后续。 可是第二日,有人看到马家之人将那名散修带走,对外说,昨日之事,金氏宗主并不知情。 下人私自做主打伤他人,宗主得知此事之后,派他们马家将人带到金氏,若真有冤情。 兰陵金氏自然不会做事不管,之后就没有之后了,双臂二人今日才得知此事。 兰西辰听到之后脸色有些古怪,兄长,可有疑。 旺姬,兄长需要亲自查证一些事情,旺姬可愿同去。 摇摇头,兰西辰想起当初观音庙中,怀桑说,金氏效仿怡灵老祖,拿活人练尸,据说那些人都是不服金氏和与金氏作对之人。 好,兰西辰的脸色虽然没有变化,但是兰旺姬却知道兄长有些愤怒和伤心,不会安慰人的他只能默默地陪同。 深夜,兰旺姬生平第一次想要抛弃雅正,兄长竟然要他做一次良尚君子,身受蓝氏三千条家规束缚的兰旺姬,第一反应自事拒绝。 旺姬,家规是家规,如今我们又不在云深不知处,自事需要变通,而且此事事关重大。 兄长无法三言两语说清楚,旺姬只有同兄长亲眼看到,之后的事情兄长才能够解释。 兰西辰自然知道他的提议弟弟是绝对不会同意的,旺姬早已将家规刻入灵魂。 在时空波正处,那道声音曾说过,兰氏对旺姬的教育成功却也不成功。 三千多条家规确实养出了世家公子典范,但是却也束缚了人的天性,看着虽然面无表情,但是明显拒绝的弟弟,兰西辰又想到了十多年后的韩光君,行走的家规,修仙界的楷模。 兰氏的骄傲,可那又如何,冰冰冷冷,毫无感情,仿若一句走失般,他的弟弟彻底地封闭了自我,也许那个时候的韩光君对他,对兰氏也是失望的吧。 忘记,若是你实在是不愿,那兄长一人去吧,边说边想着门外走去。 哎,这今世不知道到底做了什么,这么多与他们为敌的修士消失不见,看来他们所图不小啊。 兄长,就在兰西辰准备开门走出去的时候,兰旺姬终于艰难地说出了两个字。 还是我们旺姬心疼兄长,那就走吧。 兰西辰眼睛微眯地看着别扭的弟弟,站在门口等着。 马家居所,躲过巡视的弟子,两人欲往马家主住所而去。 突然看到马家主院门大开,两个人抬着一个麻袋出现。 一定要亲自交给金公子,记住,一定不要被人发现了,我兄弟俩也不是第一次做这事,家主还不放心吗? 对视一眼,兰西兄弟决定跟着那两个明显扛着一个人的儿去。 兰陵郊外,一座隐蔽的树林,兄弟俩注视着扛着麻袋的两人在一对身着兰陵金式服饰的弟子的带领下,向着丛林深处而去。 客栈内,兄弟俩相顾无缘,兰旺姬是有些不解。 兰陵那处丛林戒备森严,随时都会有巡视的弟子出现,外来者很难进入。 他们在远处的树上等了好久,看到了同金光瑶一同出现的马家之人,之后,兄长就带着他回到了客栈。 兄长,没事,旺姬,今夜的事情太过于重大,仅凭我兰事无法解决。 我们同叔父约定的期限还有半月,兄长决定先去清河找大哥商量,旺姬可自行去往仪林。 兰西辰虽然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是在看到金光瑶出现的那一刻,他突然间有些未曾经的自己感到悲哀。 他已真心对待的三弟,却在与他的交往中,处处存着心思和算计。 没想到,今世这么早就开始以活人练世,他以为这些事情是在薛阳出现之后才会发生的。 在时空波正处,蓝西辰看到的也只是魏无羡的一些事情和观音庙聂怀桑调查的事情,其他事情则需要他自己领悟和调查,毕竟牵一发而动全身。 除此之外,蓝西辰依旧是那个什么都不知道的蓝西辰,兄长。 我,蓝旺基欲言又止,今夜的事情太过于震撼,蓝旺基虽然不知道金氏到底在做些什么,可是贯兄长的神色应该是很严重的事情。 可是这几日在蓝陵的见识,蓝旺基发现很多关于魏英的留言都是从蓝陵传出,短短几日。 在蓝陵他就听到了关于魏英作恶多端,战山为王的新谣言,他自然是十分担心魏英。 可是这件事情涉及重大,兄长既然提出向赤丰尊合力,那自然不是小事。 作为姑苏蓝氏之人,他蓝旺基自然不能感情用事,再说魏英也许也不太想看见他。 旺基同兄长同去清禾,清禾涅士不敬事,当赤丰尊高大的身影出现之时,蓝西辰看着眼前完好的一胸,一瞬间湿了眼眶。 西辰,旺基,你们怎么来清禾了,而且怎么穿成这样? 聂明爵看着眼前与以往装扮截然不同的蓝氏双臂,有些不解。 大哥,西辰有事与大哥商谈。 蓝西辰此次见赤丰尊是用了两家的秘密联络通道,过不尽室内除了聂明爵没有其他人了。 树子猖狂,砰的一声,聂明爵身旁的桌子抖了抖,西辰,今是真的在以活人练尸。 不是聂明爵不相信蓝西辰,而是这件事太过于匪夷所思。 虽然我与旺基并没有亲眼见到他们练尸,但是我们看到了他们抬出去处理的尸体。 身上明显有炼制过的痕迹,自从温宁被夷灵老祖复活之后,很多人对轨道跃跃欲试。 毕竟这轨道太过于强大,这位无限也真是猖狂,若不是他炼出了温室余孽,又怎会有如此多人眼红? 本就有些心思不稳的聂明爵在听到夷灵老祖的时候,不由地说出了对他的不满。 赤丰尊,魏英炼制温宁是迫不得已,他人寄予鬼道的强大,利欲熏心,与魏英何干? 这,本来想要辩驳一番的聂明爵在看到蓝忘机质问的双眼,突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大哥,魏公子自创一道本没有错,是他人寄予鬼道残害世人,却与魏公子没有关系。 西尘,你怎么替魏英那个邪魔歪道说话,他和温室余孽在乱葬岗自立,与百家为敌? 你怎么,聂明爵越说越欺负,背上的坝下也发出了凛冽的刀鸣声。 大哥,静心,健壮,蓝西尘急忙拿出猎兵,吹起清心音。 蓝忘机剑词也拿出忘机琴与兄长合奏,蓝氏双臂合奏,很快赤丰尊就平复下来。 西尘,抱歉,大哥有些过于激动了,蓝西尘不下的结界内,三人开始商量着如何提防近事。 一讨论就过了好几个时辰,大哥,我和忘机就先走了。 至于我们商量的事情,大哥可同怀桑透露一二,怀桑。 聂明爵没想到蓝西尘竟然对他那个不成器的弟弟评价如此之高,就怀桑那个臭小子,每天不好好练刀,就知道摆弄那些无用的风雅之物,说起弟弟怀桑。 聂明爵难得话多了许多,而远在自己的房间内,偷偷地数着自己的珍藏的聂怀桑打了好几个喷嚏。 难道大哥又骂我了?看来又要找个好地方藏东西了。 遗陵西边的一处无人的山谷中,蓝西尘带着蓝忘机不知道寻找着什么。 通过近两个月与兄长同行,蓝忘机觉得兄长心中有一些秘密。 从他们下山开始,兄长就看似无意地带着他去了好几个地方,也让他见识到了许多从未见识过的事情。 尤其是前几天与赤丰尊的谈话,兄长明显对金氏存有很大的不满,还有脸方尊金光瑶。 明明之前,兄长还在他面前夸奖过对方,可仅仅几天时间,就对金光瑶的态度大变。 甚至那次在蓝陵郊外看到金光瑶出现的时候,他明显地感觉到兄长身上一出一丝杀气。 兄长要找什么? 荒芜的山谷,四处毫无人烟,看起来已经荒废了十多年了。 也不知道过了这么多年,能否找到,等找到的时候,再告之忘机吧。 在时空波正处的时候,蓝锡尘就知道了藏色散人和魏长泽身允之处。 将是没有给藏泽夫妇立牌位,魏无献祭人篱下也无话可说。 等到摄日之争过后,魏无献几次探查父母之事,可由于太过于久远,自是毫无受获。